一中二十分之一 好,謝謝阿公的介紹 然後,大家好,我是Leo 然後我的中文名稱更好記 我叫王立 就是王立,王立這樣 每次講我一定要介紹 那,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剛剛兩分鐘沒有提到 就是我現在在旅遊行 Reversal旅遊行當專業經理 那,我同時也是百論化工 這些化工材料行的共同創辦人 可以看到這兩個公司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本身是化工材料背景的 那為什麼會切入到旅遊業 就是因為我本身對旅遊的熱情 那我想每個人都一定對旅遊有熱情 或者是想法,或者是欲望 那,我們就開始 就是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這是我在07年的時候 到那個澳門的大安法前面拍的照片 那,我為什麼從這邊開始切入呢 那,我為什麼從這邊開始切入呢 這是因為我第一次組織了 就是,一群人出去玩 畢業旅行這件事情 那,這裡面有遇到的問題就是 一開始要消停很多人數啊 然後,我們跑了兩天旅展 去找我們心儀的旅遊團 那,當然最後我們找到了 就是機家酒 對,因為沒有什麼太多符合我們需求的 因為我們同時去了香港跟澳門 但因為我對行程的要求 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市面上沒有太多符合我需求的東西 對,那再來這張圖呢 就是08年的時候 因為我,我就 又想要去上海試博 對,然後後面看到那個 大家應該都有一點影響 那,我想要去上海試博 所以,我就一開始 有了上市的經驗 我就排定了所有的行程 那,這一次我就不找市面上的商品 我就請旅行社 依照我的需求 我住飯店的需求 飛機的需求 然後幫我證報 就是做出來 那,同時這也是有 也是大概接近10個人左右 這樣 那,再來這個是09年的時候 為什麼這次旅行是更團呢 因為這是要帶爸爸媽媽出遊 然後是家庭旅遊 所以,而且這一趟旅程 我雖然寫字東京 可是我們是從北海道一路下來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想要花太多的心力 在可能到時候出去玩的時候 跟身邊的人溝通啊 要去哪邊啊 要走快一點啊 所以,跟團旅遊 可能是那時候覺得相對安全 而且方便的一個方式 但這趟行程之中 沒有遇到太多問題 算是很幸運 那再來這趟是 我在10年的時候去換期 也是一樣自己 安排行程 然後所有的訂購 就是完全就是自己來 那,後來也有兩個朋友 也跟我們一樣的行程 然後跟我們一樣的朋友 就有我們這邊上出那個 審貝人資訊 然後他們也跟著這個行程出去玩 這樣 再來呢是 去年的時候 這是比較特別的一次旅行 是到建福在做國際時空 那跟以往的所有旅行方式都不一樣 也得到很多的回饋 對,所以 我覺得我的旅行的熱忱 跟我的熱情就是 雖然可能不如同有些人 他那個旅遊的方式特別 超級特別 可是我覺得我 經歷了很多很多的旅遊型態 所以 當你們平常想要出遊的時候 而且接觸到那麼多旅遊資訊 我自己很喜歡看市場玩家 背包客棧每天都會看 那一定有很多人比我看得更多 那你們想要出遊的時候 會怎麼辦 下面這張圖可以讓你看到 你要面臨到這些問題 就是你平常接觸到的所有旅遊資訊 然後再來你們可能要挑選去哪邊玩啊 然後規劃旅遊方式啊 然後這市面上 這個整個旅遊生態裡面 有這麼多工具提供你去做選擇 而且提供你去篩選 然後提供你去確認自己的想法 可是越是更多 你更選不出來你要怎麼辦 然後再來 你選 你規劃完 然後你還要左手去訂購的時候 你可能還要 有的人會直接找航空公司啊 然後有人找訂票中心啊 那有人就找旅行社 不管是團體旅遊還是自由行 接下來你打包廚房 剛剛有提到 這麼多這麼多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是自由行人 你會面對到 如果你今天挑選團體行程 大家平常通常不了解 市面上有兩間多家 台灣有兩間多家旅行社 而且 這是我們自己 資料庫所調出來的資料 在四五月要出發去年資料 在四五月要出發去日本上映的 有超過五百個行程 同樣相似的行程 它都大同小異 有超過五百個 如果今天我覺得 我今天想要選擇一個最簡單的 跟團 就是方式跟團出去旅遊 結果我上網去找 五百個行程 我可能看十個 我就覺得差不多 那就選哪一個吧 回來之後才發現一堆問題 幸運的話 就還算還不錯這樣 對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也缺乏很多篩選 有效的篩選工具 而且行程是非常難比較 因為你根本比較不出差別 那你就想說 好吧 既然都要出去了 就還請人 那我就賭一把好了 可是高額的團隊平均 果然出遊 就是大概在三萬塊左右 是全部的人平均 然後 而且重點是上班族 大家都要請假 請了年假之後 你就發現 欸 我怎麼剩下那麼少的時間 然後 不爽回來之後 大家就是 這次旅遊 一定是 每個人都記得 而且超級不快樂 對 超級不快樂 那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回憶 雖然說 雖然說 雖然說也是不嫁 因為沒有人會 更明明更清楚 這次旅遊遇到什麼問題 也就是這樣 旅遊它孕育而生 我們一開始想要做的是 先從團體旅行的方向去解決 或者是說 去改善整個旅遊生態 那 可以幫我播個影片嗎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是怎麼去操作的 有時候 你其實想要帶走 再來的 家庭出現游坐 或是等著 我們想要來的 輕鬆的旅行 那你沒有太多時間 進化形成 所以 有時候 你會不會做的 是 你會不會做的 我沒有人會做的 我沒有不見 好 那你會不會做的 我會做的 你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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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没有外动的影响精神 让你一次中心听众比较 我们在进行行程资讯品中心的条件 比如在时间转机之间 三点类别的 就是连续的微信箱片 都可以依你通号 在我们提供三次 进行公布中心的提供里面 我们在进行评众证会 如果做起来制作网站的评价 比较没有可能真实会 对于你的天号 为你付业试的提供 让你不用带大家听感情的套餐 更棒的事 根本不是非常简单 让我们来听一下 这种方法的方法 请订阅三个五个咖 好 我说这段影片先感谢阿宝 因为也是焦点的资源 所提供给我们去找到 认识到制作影片这种棒的团队 RELAY 所以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所以来焦点是有非常好的互动 那我现在剩下一分钟 所以后面都要加速了 我们要先感谢 就是因为我们昨天才在FlyV上面募资碗 那我们没有募资成功 不过最大最大是有非常多的使用者 给我们很真实的回馈 他们所有旅游的经验都跟我们分享 那再来当然B-Story也就是FlyV的Blog 他们也帮我们写了很多的文章 然后帮我们去曝光 去更加的缺少我们的价值 再来我为什么会说到 我们的团队有信心 也有能力去为这整个旅游生态 做更大幅度的进步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跟这么多的旅行社做合作 他们都是大街的旅行社 那也有很多小街 可是他在某些地区非常专进的旅行社 我们会去分析他们的行程 然后找到他们行程当中的价值 再来也跟这么多的大型的公司集团去做合作 那当然我们也还是需要今天来到教练 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赞助我们或支持我们 那知道怎么找旅游康呢 网站粉丝团或者是我们的部落格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再来就是今天最特别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教练会员的 优惠或者是亏联 因为也吸收到很多的汇报 第一个就是完美旅程的小秘书 只要你有任何旅游上面的问题 欢迎找我 虽然我问 可是我会亲自为各位服务 你要你吗 对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比例没有一笔九 所以没办法 但你要打电话进来 也可以是专门就找客服小姐帮你服务 没有问题 找最甜美你也可以跟我讲 可以先跟我讲 我再换你找 然后再来就是copy这个部分 反正你们这个都会留下来 你们可以一直留着就会一直存在 然后再来就是 接下来感谢的就是说 这是1月的时候台北焦点 刚刚那个就是反正一直被Cue上来 一直不肯上来的Terry 他等一下就会上来 好 这三个关键字对我来讲就是在焦点的价值 对焦点延伸跟分享 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 应该是3月的时候到高雄的焦点 去帮我的妹妹她现在住在那边 她做的一个是没有芝加彩绘的工作坊 那我去帮她做一些就是9分钟的演 就是也是分享 对那当初的人数是338个人 然后也是透过分享透过后面的人 他们持续经历 那现在已经脱过以前的人 对那也不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这是我就是刚刚阿公一直提到没有红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再多出一个红 吓到我 对 可能是我们designer就把那个红 给设计进去了 对然后我是Leo 叫我王力也可以 那我们是去PresorLeo卡 谢谢大家 张帝我在做这个计划真的是 谢谢大家